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次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大陸在上個月25日就宣佈了 所有的農村貧困人口得到了全面脫貧 而在先兩天 廣西就有村委會發出了通告 通知村民他們需要繳納的醫保費用增加了兩倍 有人就形容這些就叫做越脫越貧 至於第二宗消息 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 雖然大陸的學生申請往美國和澳洲留學的數字有所下降 但是這班人就不是說留在大陸讀書 原來申請往英國留學的數字就急升了21%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大陸的農民在脫貧之後 醫保費用的情況是怎樣 在微博上有一則通告 不斷地瘋傳 這一則通告 就是來自廣西藏族自治區 南寧市 檳陽縣 檳州鎮 顧名村村委會所發出 這份通告就說 2021年的農村合作醫療 每人280元一年 截至2021年2月28日 從2021年3月1日起 國家不再補貼 每人需交720元一年 請各位村民速度信用社查詢 是否繳費成功 並互相轉告 以免致誤 下款就是 賓州鎮的顧名村委 2月26日的時候 所發出 原來 大陸的官場做事 真是很有效率 2月25日才宣佈 農村的貧困人口得到全面脫貧 26日已經發出通知 告訴那些村民 國家不再有醫療補貼 將這個價錢增加了兩倍 原先是280元 一加加到720元 其實升幅有兩倍半 難怪有些人就說 這樣的情況 豈不是越脫越貧 根本上這個脫貧 就是數字遊戲 你說720元一年 香港人聽到當然少 但是那些農村人口 如果被界定為貧困的時候 條線就大概定了在每年的收入2000多元 你現在一交就已經要交720元了 豈不是每年的收入大概三分之一 要拿去交醫保費 那就是比不脫 這個自由亞洲電台 就有訪問到當地一些農民 那些農民當然是怨聲在道 認為當局是空陷脫貧 實際上農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而且對於西部地區來說 農民的負擔實在是非常之重 這個農民所說的東西 某程度上 從他要繳納的 醫保費用 就已經反映了出來 700多元對於農民來說也是百上加根 其實這班人剛剛才說名義上脫貧 馬上就已經是被割韭菜了 都挺壯觀 事實上這些什麼醫保計劃 一開頭就沒辦法中途停下來 在先兩三年的時候 香港也曾經醞釀過要搞這些什麼醫保 卻被捕倒了 沒有強制來實行 反而就搞了一個什麼自願醫保 這些事情不搞就好過搞的 自願來講 有些人喜歡自投羅網 他喜歡付這些筆錢 他自己割下的問題 但是如果一講到強制的時候 最好就不要搞了 一搞就萬劫不復 你搞的時候 肯定就是會跟市民說 這些醫保計劃是為你好的 為你將來著想的 你將來就可以享受更好的醫療福利 諸如此類 實際上 這些事情跟強積金差不多 那時候一推強積金的時候 就說為了僱員好 是可以保障得到僱員退休的生活 總之 那塊錢 一到六十五歲退休的時候 發還給市民 到底有多少 雞稅那麼多 所以這些什麼醫保計劃 在香港就不搞好過搞的 搞多樣就衰多樣 你每搞一件事出來的時候 市民的供款壓力又多了 本來就已經是要交稅了 現在人工的5% 又拿了去交這個強積金 實際上老闆就出105元 伙計就收95元 這件事就已經很有問題了 你又再搞一個醫保出來的時候 是不行了 你又變成一路打折的 那個出糧 現在你已經有95折了 你再搞多飯 你就又衰多飯了 所以 這些事情 永遠不要討論 就是最好的 因為你越搞得多這些什麼什麼計劃 什麼計劃的時候 到最後 就是羊毛出自羊身上 就是向市民開刀 所以 搞多樣子 只會駕床碟屋 一駕床碟屋 那些什麼花費 就算是肯定把這些醫保計劃上馬 其實絕大部分市民那筆的供款 都一定不夠他去抵銷私家醫院求診的費用 他自己也要用多一筆 你只是搞來都浪費了 你只是看大陸現在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有些農民自己聲稱 交完這一筆的醫保費用 他們有什麼病的時候都不敢去看病 因為這個醫保費就還醫保費 交完醫保費就不代表說可以得到免費的醫療服務 他再去求診的時候一樣要再收錢 所以那筆醫保費就叫做硬吃 香港看到這些前居之鑑當然不要學 接著就看看 另外一宗消息 就是大陸的學生申請到英國留學的數字 急升了21% 根據近日英國大學招生服務中心披露的數據顯示 申請今年入讀英國本科的中國籍學生 超過了25000人 教去年就大幅增長了21% 當然這個數字就很誇張 為什麼他們會轉移到英國那書讀書呢 原來的就是 近年中國學生申請前往美國和澳洲留學的 數字就有所下跌 這個就很容易解釋得到 為什麼美國方面會下跌 就是因為特朗普總統時期的一些政策導致 因為在先一兩年 美國對於中國的留學生 就作出了不少的限制 又說他們哪些人是軍方背景 就不可以發簽證給他 又說某些學科就不准他們去就讀 諸如此類 所以那個申請數字有所下跌都是正常的 再加上就是去年席捲全球的武肺疫情 所以又再少了一些 另外澳洲方面除了疫情關係之外 再加上就是中澳關係又轉趨惡劣 在昨天澳洲的媒體才登了一些消息出來 就說大陸方面 是不鼓勵那些學生去澳洲留學 所以跌也是正常的 不過就算跌也好 也不代表這班人留在大陸讀書 原來他們就申請了去英國那裏讀 所以這些數字又是向建制派打臉 說到大灣區多好 說到要怎樣鼓勵那些青年 去大灣區就業和就學 卻就知道大陸的人 自己身體就最誠實 原來美國澳洲方面受到限制 他們就標了去英國 所以建制派說話哪有說服力 大陸的人都爭相要去英國留學 而這件事就更加突顯了建制派的邏輯矛盾 大陸學生申請去英國留學 其實英國的教育機構就會有所得益 因為他賺多了很多留學生的學費 其實就是變相促進了英國的經濟 但是同一時間 那些建制派就不停地去批評英國 說他們去吸納BNO的移民 就是專收香港人的資金和人才 按照他們的邏輯 大陸學生申請去英國留學 豈不是送錢給英國使用? 按照他們應該是口誅不法去批評才是 又不見他們這樣做 這些擺明就是搬龍門 當然他們不會批評大陸的學生去英國留學 因為不少建制派 他們都安排了自己的子女去出國讀書 根本上這班人就做不到知行合一 是說一套做一套的 人家的子女就要在香港要去大灣區讀書 自己的子女就可以安排去外國 還有大陸現在提倡要愛國者治港 其實特區政府都很應該去檢視一下 有部分在97之前入職的高級公務員 他們到現在都仍然是可以獲取津貼 送自己的子女去英國讀書 這個政策是不是有需要去調整呢 你為什麼還可以去英國讀書是有津貼呢 是不是應該要回大陸讀才有津貼呢 既然都要高舉愛國者治港這個旗次 又說要公務員宣誓 你沒理由還可以有這個政策 這是港英時期遺留 和愛國者治港有沒有抵觸呢 我又真是有疑問 最好就由葉劉之流出來解答一下 既然他現在在公務員的聲望那麼高 你又變成了代言人 你出來說兩句 究竟這個政策還應不應該持續下去 和愛國者治港有沒有抵觸呢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